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有我Kat和上一集主持阿信 首先跟大家交代 上一集我身體抱仰 所以暫停了一集 看前個星期的一集 今次的一集也是我和阿信這組合 真心很受歡迎 竟然是這樣 我有看留言 我不敢看 我有點害怕 有少許叫人來向 很多聽眾都說跟你合得有火花 和好聽說節目 所以就加油吧 多謝支持 多謝大家支持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梁錦祥工作室 記得按訂閱 讚好和分享 留言 會幫助Youtube大數據 和其他人分享我們這麼出色的節目 好 今集我們說些甚麼 今集我想說些少許 關於酒和減肥 拜託你先戴回頭櫃 我想說的就是168 這陣子很興奮 應該說這幾年都很興奮 甚麼168 即是你將一天要吃的東西 八個小時內吃完 然後十六個小時都不吃東西 我斷食 對 斷食168 我記得22年的時候 有自己試過的就是 我夜晚不懂的 然後我只喝酒 喝啤酒 那時候那些同事都覺得很荒謬 那時候那些同事 下邊有可能 一定沒有可能 你酒也是熱量的 我真的成功受到 是受到很誇張 但是健康那種受到 因為我不是喝很多 我可能喝一兩罐左右 但是長矢下去當然沒有 那你新鮮的就是 任何關於斷食和喝酒相關的 都是根據你自己的身體 問陳博吧 對 不是去訪你 我們不是去訪 最好就是有醫生的建議 我自己事不行去試 我今天想說的就是 可能大家都提到這碗 電視機 就是這碗書 我都有試過斷食 我先說一說 你說 因為以前是流行的 香港可能已經流行 但其實這碗書 好像是十年八年前 對 其實是很久之前 有個鬼佬 我記得有一個劇情 是真人事 當時是正確的 好像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有一個很出名的劇情 叫做Super Size Me 之後就有不同人來 好像另一個人做這件事 但兩個人都是以身事法 Super Size Me 不關斷食事的 就是測試一個月還是三個月 餐餐食物技 一有人問你 是否要加大 就說一定要加大 那叫Super Size 當然有醫生 就跟他檢查上訪 出他的指數 之後有一個出了 是說斷食的 有一個四眼鬼佬 他轉身試不同的斷食方法 有幾種 那時候流行一星期有兩天不吃 還是不知 間歇性斷食那些 即是一個星期有兩天 是完全不准吃 其他日子是正常的 正常的 有些是可以整個星期 喝麵士湯很誇張 然後 以前回到夜場 昨天都吃一餐 即是一屆宵夜宵 即是一屆宵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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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點至八點那段時間上班開檔 有空間去吃東西 只有吃過一餐 其實所以 但是宵夜是難介 那時候試過介紹 宵夜是OK 後來就有試過 但是那個就是 而且小時候有手 我也不知道要喝 但喝得很多酒 那時候流行喝夜宵夜宵 一杯很肥 所以其實也不太知道 只要介入一杯 那時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不太知道 但反而我有試過 轉兩日吃 轉兩日吃頭一次試是有點難頂 不過小時候的意志力比較高企 但是最明顯 頭幾次這樣斷食法 是很清腸胃的 明明你沒有吃東西也好 你去廁所去得很好 而且去的不是你平時去的廁所 當然你想自己好過 就最前一餐 即是最後晚餐 你還有吃薯米、金菇、菜 如果你斷食 這是一個經驗 你斷食真的不吃東西 那兩天 你去廁所去得開心 我還會帶上一些平時的宿便 但酒有沒有照喝呢 酒好像應該是有 應該我也不會不喝酒 我沒有認真記得 但我應該也會照喝酒 所以我應該也是 斷食期間是有喝酒的 我記得那時候看那個劇集 不知好像是給你喝明時湯 給你吃成果皮 類似的東西 我記得是吃很少的東西 但是斷食又… 隔壁中還說吃得好 它的原理是甚麼 是讓你一個人長期… 等於你的電腦開足24小時 隔壁中關機 電腦也會較好 對 你有沒有輸到啤酒與啤酒花 對 我個人很喜歡喝啤酒 我有跟其他朋友說 為何我不可以喝大酒 因為我會醉 大家想知道 我會醉醉的經驗 一盒醉 醉醉的經驗 就要聽回上一集 今早有首的Part 2 因為我自己是純粹很喜歡 它那種很清爽的口感 啤酒 我就在想 究竟我可不可以減肥和喝酒 兩者的並行 因為這兩者都是我很喜歡的 我可以說少少 待會下一節我會說少少 一些故事 關於我自己 你很喜歡減肥 我自己是 對自己有一個所謂的要求 也不是說 要不要漂亮 要不要身形好看 只是那些什麼 修身齊家自覺平天下 對自己有一個要求 我不會讓自己 在一個行酒的脂肪 我不會讓自己發生這件事 但我又不想割捨我喜歡的東西 你問我 除了酒和啤啤啤其他東西 下一節我會說 另一件我自己以前都喜歡的東西 但我已經沒有再做了 感神地 先說少少 那為什麼 你下去 其實後面都有 啤酒與啤酒花 其實很有趣 就是我第一次看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原來啤酒花是大麻相關的 和一種植物科系 我第一次聽過就是 那豈不是毒品 其實不是 其實大麻本來也不是毒品 你試一下 那這個 我想說你去茶寶飲那些 火麻人 那些不知道什麼 火麻人也是Hams Hops Hops 不是這個啤酒花是Hops Hops Hops 大麻是Hams 你平時用那些麻繩去送貨 那些都是不同的 我知道 不過這個暫時我們不能離題 大麻可以下次找機會再說一說 OK 為什麼 其實我自己的立場 我都不覺得大麻是毒品 但我們不可以宣揚的 OK 我們不可以宣揚這件事 但是當初第一次的反應就是 咦 那我真的是毒品 然後慢慢看一看一本書 原來不是 原來它裡面有些成份 就是為什麼 現在美國 世界各地 不是有些地方 是推進大麻合法化的 那可能 未必成功到 那這個我不太熟了 但是因為它跟Beddle花一樣 是有一個因子 哇 它有一個成份 是幫助你的身體 去修復某些東西 哇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大麻藥醫學用 是啊 無論你心理上 或身理上 它有些 因為大麻有很多種成份 拆出來的 嗯 那些化學名稱我就不記得了 但是有一些是精油 有一些是可以做藥軟 精油類多數 有一些是幫人 可能就是說 很多運動員 做完運動之後 特別是那些 做長期運動 例如跑馬拉松 踩踩踩踩踩 他們是那些很廣調型 不是那些爆炸性的運動 但他們長期的肌肉 處於繃緊狀態 會睡得不好 因為你可能 你那些 Satostrum 那些做完運動 還是很高企 諸如此類 所以反而他們很多都會 有兩滴的 蒸油 滴兩滴 喝水飲用 用來睡覺 或用來冷靜 做完運動的時候 就用來這樣 傳統上很多運動員 吃完球 打完蠟 打完蠟 給了酒喝什麼酒 對呀 其實這個人類的小小智慧 我不知道有關不關事 但應該都可能有關事 對呀 那 為什麼呢 她說我不懂得讀 你讀少少 什麼怎麼讀 望庫芬 暗示那些什麼議員名 哈哈哈哈哈哈 老小芬 我讀英文了 這個怎麼讀呢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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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X-A-N 是Sign 4 是C-H-O H-U-M-O-L 忘記怎麼讀 接著 I-S-O 整方是一樣的 一個是2 一個不2 我不知道 我亂讀 找陳博來糾正我 有哪讀哪 他去過Sky 打給陳博問英文 哈哈 不要緊 總之 其實這些成份 就是 不要只同傳統的名字 當然要說的 這是活性化成份 這是活性成份 剛才說 等於大麻都會拆出來 又有FUNMES C-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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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T-C T-C 又有T-C C好像野音 那些Fan Anyway 這本書 很好的 它有那些 CAM 那些分子 架頭圖 是嗎 是嗎 那些人喜歡用來做紋身 是嗎 你沒有那些抽水 被人打的 不是的 真的有人聞這些 聞酒精 那些紋身 那個science 圖在那裡懶惰 那些Minimum烈神 我有想過紋 把乳巫在那裡 有一條紋身 不是的 真的 不是的 我知道 我真的想過紋 因為其實 揭揭一本 所以這本書就介紹了 那這些活性成份 含量有什麼作用 請問 它可以中和某些 所謂的 不知什麼的 反式脂肪 那些Fan 那些中和反式脂肪 很厲害 對 它這本書完全是 譬如 好 我們研究它 治療疾病 各方面 可能先神化你身 它也是有數據 即不是那些 它有淋滋 我覺得我們要先自分 在這本書之前 有一樣東西我已經知道 是 是 其實就是究竟 喝啤酒是否會肥 對 我想帶出的就是這個話題 實在是 時間差不多 沒那麼快差不多 還有13分鐘 去下一節 先說一下剛才 在這本書之前 我以前覺得 喝啤酒是肥 是一個電裂 因為它有一個字 叫啤酒肚 對 但其實 以我所知 喝酒肥的原因 是因為酒精都是卡路里 沒錯 1ml 1毫升的酒精 等於一個卡路里 我記得是適合一對一 所以酒精 最流行的 也不適合 但酒精可以燒 就是因為它是能量 它不是脂肪 它不是脂肪 但只有一些能量的東西 就是卡路里 進入身體 如果你不用的話 它就會把它轉化成糖 或脂肪 用來儲存 所以喝酒肥 因為原來最主要的自肥的源頭 其實是酒精 有人問 為何有人喝酒肥 會肥 用糖做 是錯的 因為酒精 無論你的原材料 是甚麼都好 所有商業的烈酒 假設是40度 那瓶是1公升 有40度的酒精 等於吃了一碗多白飯 因為白飯是300多 裡面應該有400卡路里 另外都是水 所謂是水 當然有其他氣味成分 那些都是不足以作為 可以作為自肥原因的因素 當然 如果是啤酒和紅酒 應該是否不同計法 因為它不是蒸餾酒 而是發酵酒 其實也不是 其實啤酒酒精濃度最低 其實紅酒也相對肥 因為紅酒仍然有果汁成分 有果糖 對 有果糖 最終沒有隔離所有的食物 反而啤酒 剛才啤酒應該也肥 因為啤酒是用菊蜜類來發酵 但其實不是的 因為啤酒的食物發酵後 其實那杯大部分都是水 啤酒只有5度多 5度至9度 只不過如果你喝一杯 或兩大杯啤酒 只有1公升 實際上的酒精含量 應該只有50毫升 純酒精有50毫升 即是只有50ml 即50大卡路里 但問題就來了 既然是這樣 那為何不喝啤酒會肥 其實有一個心理學的原因 較多的是 當你喝酒的時候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 喝啤酒 可以這樣說 紅酒你也算法 雖然烈酒是酒精濃度高一點 不是每個人都是我 可以每個人都知道 其實你喝多喝酒 又多喝酒 喝多喝酒 喝完後分分鐘嘔 我回來了又回頭 所以可能喝酒 雖然飲料 雖然計算營養學上來說 可能人們應該會吸收多些卡路里 但實際上 在人類的現實社會狀態來說 喝啤酒應該是一個會令你肥的習慣 但不是因為喝啤酒而肥 對嗎 對 我不想看這本書 其實我剛才也不太好 沒有做功課來的 我帶了一本來 臨急補發的朋友 其實為何啤酒花可以減肥 這就可以下一節先說 因為這本書寫著 用減肥抗癌保健與其他 它不是說啤酒和哩豆花的減肥抗癌保健 我只知道啤酒不是直接肥 但我每次都不知道啤酒是可以減肥 是的 如果這麼神奇 我們就下一節回來看看 再說吧 究竟啤酒花如何和你減肥 好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 幾個月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大炒大賴 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她旁邊的人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說 其實女人可能沒有說謊 就說 坐在她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麼 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那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阿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 人們就去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你就追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幾圖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就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只是我和台長 對不起,我是阿幾圖 我是阿幾圖 對不起